李冰在红毯两侧列队致敬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抵达俄罗斯 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俄罗斯高层官员不仅在机场铺红地毯迎接 俄罗斯战斗机还在空中半飞护航接待高规格 欢迎欢迎请进 习近平搭乘专车抵达卡尔山克林姆林宫 一见到俄罗斯总统普清先互相用中文问好 接着参加非正式晚宴欣赏俄罗斯乐曲 趁着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两人再次会谈 这也是今年以来第三度会面 外媒法新社引述俄罗斯官员说法 对谈大约持续一小时 两人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乌克兰局势 外界不只关注中俄互动 这次习近平也在23号会晤印度总理莫迪 是2019年以来两人首次正式双边会谈 外媒引述印度官员说法 指出中俄以针对边境地区的巡逻安排达成共识 化解2020年流血冲突后的敌对僵局 同一时间印度也努力深化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 才刚与中国化干戈为玉帛 莫迪与普清会晤时也当面表达 希望乌克兰冲突能和平并尽速化解的期待 TVB新闻综合报道